我還記得,2013年8月3號,我還記得那幾日子 洪中秋事件,後來其中有一個人去當我的助理 我說那個指揮的人,叫小凱 所以我對洪中秋事件的故事有點理解 洪中秋事件,當時負責的人有25個人 其中有數個是當天早上第一次見面 意思就是說只靠著Facebook跟Line 25個人可以驅動25萬人上街頭 我還記得當天那個晚會,我是倒數第三個上街演講 我當時看著台下,心裡想說這實在是我們不熟悉的世界 你想想看喔,如果用傳統的,這25萬人的動員要多少錢 因為每一車50,假設一個遊覽車50人你知道 住遊覽車要8000塊,要花便當算一算 因為動員50個要1萬塊 那如果動員要25萬人,請問要多少錢 可是這個完全沒有花錢 就25個年輕人,那都沒有見過,他們大部分都沒有見過面 只用Facebook耳彈這樣創演你知道,然後可以在當天可以25萬人上街頭 我當時在想說,哇,這是一個我們從來不熟悉的世界 我想說這還有可能被突破嗎 所以我當時我在那個自由時代還寫片專門 報告這個你知道 我說那個洪仲秋案你知道,是台灣的茉莉花革命 所謂叫茉莉花革命你知道,就是在2013年有沒有,整個北非你知道 一直到中東,你看喔,利比亞的格達會政權被推翻 埃及政變,然後那個圖尼西亞也是革命 幾乎整個北非全部革命你知道,一樣 就是靠著Facebook這樣串而已 所以常常是這樣,一個時代潮流來的 我們都不曉得那個潮流怎麼來的 只是不曉得希望跑到最前面被潮流推著走 人家以為應該領導潮流,其實不是 所以其實台灣的那個2013年8月3號那個洪仲秋事件 其實它就是茉莉花革命的台灣翻版 一模一樣 我當時想說這個已經極限了 就沒有想到喔,各位八個月,八個月 太陽花協議 太陽花協議更奇怪是什麼 這太陽花協議我也有參與 我當時在想,上面是25萬人,我都覺得極限了 所以是50萬人 而且比上次更神奇 上次要說,喔,守謀25個人,還講得出名字你知道 太陽花協議的時候,守謀兩個是關在立法院的 陳偉廷跟林偉廣,那就有個問題 那請問外面那50萬人是誰在指揮 而且很厲害喔,有舞台有醫療通道什麼都有 可是也講不出那個是誰在指揮 所以我才知道說深深了解說 天啊,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我們從來都不熟悉的世界 那個世界叫做網路世界 你不知道他怎麼來的 你也不曉得他怎麼去驅動 不過anyway是這樣啦 紅中秋事件,太陽花協議 到我自己選台北市長 那2014年921,你知道 我覺得這三個運動是一模一樣的 它就是一個火候世界的動員運動 但是這樣啦,這三大公民運動為什麼要接連發聲你知道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Band Band的叫排氣 不管它叫dichage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個社會有累積的那種不滿 沒有宣洩掉,最後一定有爆炸 你想想看,紅中秋事件已經鬧一次了 下一次太陽學院又鬧一次 最後九合一全大選又鬧一次 這種公民運動 所以這給我們一個思考 我們作為政府,為什麼沒有辦法解決人民的不滿 你把它宣洩掉,它就沒事了 你就是事件發生了 結果它不滿沒有效處理 因為政府沒有有效的處理人民的不滿 所以它就一直累積,一直累積,就爆炸 所以說2014年,那個叫總爆發 這個以前有人 有一個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那跟我說,那個2016年,那個民進黨全面勝利 有2016年那場選舉的勝利 其實在2014年就決定了 2014年那一次,整個把國民黨幾乎是摧毀掉 所以後來2016年那個政黨輪曆已經是定局 所以2016年的勝敗,在2014年已經決定了 那2014年那場選舉,其實要反省的是 為什麼政府不能有效的解決人民的這種不滿 其實我再回來看,現在民進社會又開始在累積不滿 所以那種憲法的保安,不會說什麼一天突然爆我幾個人 它就累積在哪裡 找到一個機會它就爆炸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那2014年11月那個,我自己的選舉 愛擁抱,推倒高牆 不過是這樣啦 雖然我們是 不小心在時代浪潮的最前面 其實浪潮推著我們走 我們都以為 人家都以為我們在領導浪潮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是2014年2月17日早上 你知道,8點 因為我前天只大一半 我還記得那一天 那一天晚上早上就吃完大一半 我把衣服掛在牆上 然後一個人走出太大一面 竟然那一場選舉在10個月後打贏 所以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 你知道齁 跟那些年輕人講這一句話 我說齁,如果我給臺灣的年輕人 最大的歧視是什麼 就是just the good 勇敢的做下去就對了 固然是這樣啦 有那個潮流在那裡 可是還是要有人跑到最前面 所以勇敢的做是很重要 有一個創投家 他跟我講一個故事 他說2014年 他是個臺灣很有名的創投家 我投資非常精準 蠻賺錢的 他跟我說齁 2014年齁有發生兩件事情齁 革命新聞改變了他的思維 他說第一件事情齁 是有人找他投資紀錄片 他問那個人說 你看臺灣要拍紀錄片齁 用我要投資多少 用1億 用不可能 用臺灣到現在為止 紀錄片賣錯最高的是不老氣勢 只賣了4千萬 你現在要投資1億 用這個在生意上不可能 後來他就沒有投資 他就找另外去投資 那一部紀錄片叫做看見臺灣 票房賣了2.2億 第二件事情齁 是有一個台大年輕醫生跟他講 我有個老師要去選台北市長 他說他什麼黨的 他說他什麼黨都沒有 他說不可能 有黨都選不上 沒有黨都選得上 當然那個台大年輕醫生的老師 他的名字叫做柯文哲 他說他在2014年經過這兩件事情以後 他就在他的桌上選一個座右鳴 那一個最鳴鬼 永遠不要說不可能 你知道 所以長安是這樣 你知道嗎 我去大爺爺講了說 我最喜歡用這張跑跑 我說不管時代潮流怎麼變 就算是順後 你看這樣有一個勇敢的跑到最前面 不然還是不會發生 講這個故事 就說了 會和我去你 我去哪一個路 你也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